今天为您带来今夜最新 郭董平初选直播话题不断 下午才跟馆长爬上山 晚上两个人改穿西装开直播 讲到了最近被质疑说 0到6岁国家养的政策 郭台铭大呛不相信的人没见识 还质疑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只会花钱 不向他缴了几千亿的税 而馆长抛出的呛辣议题 郭台铭也是来者不拒 而唯一不回答的就是 如果初选输掉了 到底会不会拖党来参选 那么郭台铭是很有信心的说 自己99.9%会赢 郭台铭爬山海放馆长 直播一开始馆长就放话 去象山之后被郭董海放 所以我现在心有不满 所以我现在开始要报复 桃安山郭的晚上又上馆长直播节目 发言强了 他们他也没有见识 他也没有见识 加起来好像不然几十年缴税 也会缴税缴几千亿 这人政治人物赚多少钱 他们只会花人家的钱 韩初的0到6岁国家养政见 从党内初选对手到行政院长 都说不可能 让郭台铭怒斥没见识 强调这政策绝对做得到 又被逼文跟北京的关系 郭台铭强调绝对不会被中国控制 你不会被控制 不会不会 我这红海部个大股东而已 掉回已经完全信托出去了 如果说对中华民国 有任何利益的威胁 我以中华民国的利益为最高优先 只是讲到两岸政策 郭董很漏气 幕僚机上讲稿 郭董赶紧澄清 忙着解释是因为下午爬山 头昏昏 管长黄毕问郭董 有没有可能脱党参选 问了几次 郭董就是不回答 信心满满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密集直播 拉拢年轻选票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